《香港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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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12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政府急轉彎式實施防疫鬆綁政策 年初支持共存的傳染病專家張文宏 也重新在公眾場合發聲 在今年上旬上海傳承強制風控之前 張文宏曾經公開唱反調 支持放開防疫遭到中央水軍的圍攻 根據中共社媒看在的言論 張文宏預計 本輪疫情會在3至4週達到高峰 整體度過這段時間可能需要3至6個月的時間 期間中國民眾需要做出可能被感染的準備 他樂觀估計 希望能在捱過最近的一個月之後 下個月以後醫院方面的壓力可以逐步降低 在12月10日 公眾號《城市數據團》 貼出關於清零政策的分析報告 但很快遭到全網刪除 該報告分析指出 在統計百度搜索關於發燒關鍵詞的查詢量後 發現河北保定、石家莊和北京等地的查詢量 驚人的突破了早期的3倍、4倍、5倍 可以得出這些地區正在出現大規模感染 此外 在河南信陽、長春和天津、四川、山東和湖北等地 感染潮也正在出現 《城市數據團》指出 直至本月中旬 全中國可能已經有3.6億人口開始走上群體感染道路 如果按照日本社會的低病亡率下限數據來計算 中國未來一年的額外死亡可能會達到170萬人 報告指出 從免疫水平來看 理應在今年上旬就選擇解封 原因是在冬季應對群體感染 醫療資源將會更加緊張 此外 中國各地也在不必要的封控中 蒙受了巨大損失 初步的統計認為 從今年3月到11月份的時間 中國共有10億人遭到封控 期間每個人平均被封27天 對於中共的防疫政策 公眾號《人間三角》的嘆話 過去3年的防疫簡直是個謎 現在的任務不是給它開藥荒 而是首先承認它的存在 然後盡量清晰地描述出它的症狀 如果我們不敢明白 不應該發生的事為什麼可以發生 這樣同樣的事還會繼續發生 中國多地疫情激增 北京等城市出現大量感染人群 網友表示 在藥品成為緊肖商品的時候 黃土水果罐頭突然成為熱賣產品 根據民眾拍攝的圖片 有商店近日推出黃土罐頭尊貴 標注字樣逃過疫情 還有罐頭品牌特意在社媒闢謠 稱罐頭本身沒有藥效 希望網友理性囤貨 並表示課源充足 沒有必要瘋狂搶購 對此網民評論說 搶黃土罐頭實際上是因為發高燒 什麼都吃不下 唯有黃土利口 吃了立即有精神 黃土罐頭突然成為熱門 也是因為中國的北方地區 有發燒食黃土罐頭的傳統 也有網友評論說 這樣罐頭廠太無自信了 同樣是安慰劑 相比蓮花清溫來說 至少好吃還不會傷乾 更有民眾製造出對比圖片 指出黃土罐頭和蓮花清溫相比 不僅味道好、充足水分、能量和電解質 還能使人心情愉快 而且無損健康 根據澳洲媒體的說法 棉花清溫中含有黃麻 這種產品成分經過提煉之後 可被用作製造甲基安 是一種毒品 因此遭到多國禁止入境 過度使用會導致嚴重不良反應 嚴重者出現肝、胃、心臟等臟氣損傷 甚至會危及生命 因此澳洲醫藥用品管理局呼籲 應該度絕個量使用相關藥物 行業專家表示 不應該在沒有醫生的祝福情況下 隨意服用藥品 防止健康受到不必要的損傷 在南京有網友指出 有不少民眾因懼怕感染 濫用藥物造成身體損傷 有些甚至被送入ICU 美國國務院證實 美方將派出高級代表團訪問中國 以推動明年國務卿布林肯的訪話行程 根據當局10日發布的聲明 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 克里騰布林克和國家安全委員會 負責中臺事務的高級主任羅森伯格 在本月10日至14日期間 訪問中國、韓國和日本 聲明指出 在訪話期間 美方將跟進上個月美中首路在巴黎島的會誤成果 繼續負責任的管理兩國之間的競爭 並探索潛在的合作領域 在韓國和日本 美方將就一系列地區和雙邊問題舉行高層磋商 根據首爾官員的說法 美國官員在12日抵達首爾 並在13日與韓國外交部副部長會談 韓聯社11日報導指出 預計朝鮮將成為美韓討論的一個關鍵話題 此外 一些經濟領域問題也會是兩國討論的重頭戲 發生社指出 這是美國的高級外交官 四年來首次訪華 在幾天前 美國宣布計劃加強其與澳大利亞的輪換軍事存在 以應對對中共海域威脅的共同擔憂 上個月 中國多地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活動 引發了北京當局的震驚 白宮印度太平洋事務協調員坎貝爾表示 來自國家內部的問題 以及中共與很多鄰國的關係下滑的狀態 會導致中方可能會有興趣 在短期內與華盛頓拉近關係 俄羅斯使用更多伊朗無人機 攻擊烏克蘭基礎設施 烏克蘭官員表示 受俄軍打擊的影響 烏克蘭港口城市奧德薩 及其周邊地區的能源基礎設施停擺 導致超過150萬人斷電 俄羅斯總統扎蓮斯基10號表示 烏德薩地區的局勢非常困難 在俄國無人機的一次深夜襲擊後 烏德薩地區已經陷入了黑暗 根據該地區軍事管理局的估計 完全恢復供電可能需要長達3個月的時間 目前政府議員能源公司聯手 以確保電力在未來幾天內到達每個公民的家中 俄軍的打擊也對烏克蘭的供水 和其他民用設施造成了破壞 居住在烏德薩的北京人王吉然11日發布推文表示 他所在的城市地區停水停電已經超過48小時 當日凌晨2點半 烏德薩政府已經開始發布敦促民眾撤離的新聞 他在早些時候發推說 城市最後一盞路燈也已經熄滅 我們只能在黑暗中互相幫助 堅強地在寒冷中生存下去 但我仍然不想拋核任何人自己離開 這裡是我們的家 對於烏克蘭局勢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表示 俄軍無人機10號在克爾松 尼古拉耶夫和奧德薩州進行了15次攻擊 有10架無人機被擊落 但最成功的襲擊 嚴重影響了奧德薩市的關鍵基礎設施 根據烏國總檢察長辦公室的說法 奧德薩兩座電力設施遭到了伊朗見證者136型無人機的破壞 作為對俄軍侵略的反擊 烏克蘭軍隊10號襲擊了被俄軍佔領的梅利托波爾 該地是全部打通俄軍克爾松防線的要道 同時被俄國併吞的克里米亞半島 也在這幾天傳出多起爆炸事件 根據路透社的說法 在克里米亞半島上 包括一座俄軍軍營在內的區域 都遭到了烏克蘭海馬士火箭系統的打擊 BBC的報導引用烏克蘭勞金斯克州長的話 烏軍襲擊了俄國雅格納固融軍集團在當地的總部 導致俄軍損失慘重 英國國防部在11日的簡報中說 未來幾個月中 伊朗對俄軍的支持可能會增加 俄羅斯正試圖獲得更多武器 包括數百枚彈道導彈 英國外交大臣奧維納指出 直至目前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 莫斯科正在籌備真正的談判 他呼籲 任何與烏克蘭有關的談判 都不能成為俄方重整軍備 和進一步招募士兵的遮醜暴 在國際人權日當日 加拿大華人在溫哥華中領館前 舉行了主題為終結中共暴政 聲援白紙革命的集會 這次集會主辦方為中國民主黨、民主中國陣線、 加拿大價值守護者聯盟、溫哥華支持民主中國聯合會、 共民會、加拿大中華民國青年會、 加拿大東特厥斯坦協會、加拿大印度友誼基金會等9個組織 現場有十多名個人和團體代表發言 人們高呼口號打倒共產黨、表達心聲 來自中國大陸的私企老闆馮振國先生感嘆道 這次最讓人因為的是參與集會的大多數是年輕人 就好像國內參與白紙革命的年輕人一樣 他們勇於承擔社會責任 公民會會長楊先生11日對《希望之聲》表示 我們是要聲援國內白紙運動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還沒有關火 抗議者們還是在最前線爭取中國人的權益 我們要號召釋放被捕人員 只要還有一個人沒有被釋放 這樣相當於我們所有人都是被囚禁狀態 民主中國陣線負責人承說認為 大家一定要聯合起來共同終結中共暴政 眼下是要聲援白紙革命 它說中共去抓那些帶頭組織的去蒙蔽這些參與者 它會收買分化這樣的組織 但是中共暴政從1949年到現在 中國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的人都受到過迫害 因為那些敢於出來舉白紙的人 給予中共實際的壓力 它現在開始解封 它的清零開始動搖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不持續抗爭的話 這樣必然會造成一些人無辜避害 甚至會白白的犧牲 中國人民所遭受的所有迫害和苦難 基本上都是因為中共暴政的這個政權 我們每一次的抗爭 如果是僅僅滿足於中共的一時讓步 這樣它集結起力量 就會繼續鎮壓 參加集會的Kelly女士表示 我們發聲是支持共產黨倒台 而不是某某人 因為你換任何一個人 共產黨沒倒台的話 它都是換湯不換藥 如果大家同一個方向 就是將共產黨幹掉 我們大家才會有真的自由、民主的日子過 加拿大中華民國青年會 負責人Jeffrey 指出 他非常高興看到大陸同胞反抗中共的暴政 他說 希望海外的所有朋友、同胞能繼續延續這次革命 比如你懂外文的 你可以用簡單的外文和當地的朋友分享 呼籲你所在地的政府 要求他們的國會去關注這些事情 黃炳章的妹妹黃玉華對希望之聲說 他的哥哥黃炳章一生致力於中國的民主運動 卻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 他被中共單獨關押20年 他說 今天就是要表示王家萬分的憤怒 萬國的中共必須倒台、打倒中共 中國無人權 世界上最大的惡就是中共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